苏拉台风前脚刚离开 海魁台风又要来报道 台东船班公司宣布了 往返绿岛的船班 从今天下午的两点半起 一直到9月3号为止全部取消 不少旅客听到消息赶紧下船 而货运船公司运送的物资数量 也明显增加 为了台风来袭做足准备 艳阳高照一大清早 游客提着大包小包 准备前往离岛享受假期 台东往返绿岛蓝宇的船班 1号上午正常行事 预计将有1000多名游客 近岛旅游 但才送走苏拉台风 海魁台风接踵而来 波风圈恐怕笼罩整个台湾 影响重大 船公司宣布取消 9月1号下午2点半开始 到9月3号期间 往返绿岛的航班 刚搭上船就收到周六 周日停航的消息 不少游客忧心忡忡赶紧下船 他说明后天停止 所以就下船了 但也有游客不畏惧台风 决定前往旅游 就想说都来了 就先去也没好好玩 如果正停航再看怎么办 宣布停航后 运送的物资明显增加 物资车辆一早在港口排队 工人搬上搬下汗如雨下 忙度的双手一刻也不敢停 你来停航 今天你的肥有多多吗 有 船班公司从下午2点半开始 输运旅客回台东 开新出油却遇上台风来搅局 让旅客心情蒙上一层灰 但为了生命安全 台市乖乖回家 毕竟山水一直都在 顾好人身安全才是重中之重 记者的林湘台东报导